盘点海贼王里最霸气的16次秒杀 真的就是一招秒 看的人超爽 第16次 首先就是陆飞为了成为海贼王 在老家修行了几年 终于到了出海的年龄 但出海第一呢 就是近海之主的威胁 于是 修行成果就出来了 陆飞当着全村人的面 一拳干报近海之主 扬帆起航 海贼王之路正式开始 第15次 刚准备进入伟大航路 陆飞就遇上了 鱼人阿龙羊的宠物 这是一只体型巨大的海牛 它不吃草 只吃肉 作为鱼人阿龙的宠物 萌萌在阿龙的命令下 摧毁过好几个村子 吃了不知道多少人 乌索普看到它留下的痕迹 都会不由得感叹 太过可怕 这样一只可怕的怪物 被山智做菜的香气吸引 出现在了陆飞的船下 光看它的体型就知道 它只要一口 就能将船上所有人 连带船都吞下去 结果 被护士的陆飞一拳打翻 以山智善良的性格 看它饿着肚子 不是不能喂一口 但这家伙 居然连山智也想吃下去 毫不意外 又遭遇了山智的一顿暴揍 最后成了草帽一伙的坐骑 将它们拖到鱼人岛不说 后面即使被阿龙命令攻击鲁飞 蒙蒙的第一反应也是跑路 看来的确是被鲁飞 打出了不小的阴影 第14次秒杀 便是蒙奇地龙 登场顺秒斯莫格 在前期 鲁飞对付自然系噩魔果实 几乎没有任何办法 被斯莫格暴打 眼看无法进入伟大航路 鲁飞的爹龙终于登场了 他一出场就狂风咒语 电闪雷鸣 他甚至没有直接出手 光是狂风就秒了斯莫格 将鲁飞锁龙解救出来 伴随着狂风大作 龙一句 不要阻挡一个男人的阳分起航 尽险男人的浪漫 这个出场也是逼个拉满 鲁飞踏上了自己的航海之路 第13霸气秒杀 便是艾斯的登场 他一发火拳 贯穿五艘巴鲁克工作室的船 帅到没边 相比陆飞那时的招式 艾斯明显 感官上就显得强大得多了 第12次是 克罗克达尔秒杀梅瑟斯瑞 老杀性格过度自信 又极其喜欢残忍玩弄弱小的对手 他得知手下梅瑟斯瑞任务失败 只用几秒 便用沙沙果实能力 吸干梅瑟斯瑞 将人活生生变成了木乃伊 并扔到下水池 喂给香蕉鳄鱼 可以说 这招秒杀极度残忍 当时我还以为 梅瑟斯瑞挂了呢 结果只是被吸干水分了而已 第11次 轻质霸气秒杀草帽全员 面对路费的攻击 轻质连攻击动作都不用做 直接敞开怀抱就行 轻质不止轻而易举 接住草帽一伙三大助力的攻击 甚至 只一个拥抱便顺秒罗宾 将罗宾变成了冰雕 冰冻果实的能力实在可怕 眼见变成冰雕的罗宾 只要被轻质轻轻一敲就要变成罗宾碎碎兵 路费只能拼命阻止 甚至提出要与轻质单挑 他知道 以他此时的实力去挑战轻质 就如同躺臂当车 但他为了保护同伴 没有选择 而面对轻质压倒性的实力 路费也很快被冰冻 此时的路费完全找不到 轻质的任何弱点和克制方法 面对轻质可以说 毫无招架之力 幸好 轻质最后放过了他们 算是抵了路费讨伐老发的人情 要不然 路费真要创业未办 中途惨作冰雕 第十次 路费秒杀路费和索隆 路费作为历代最强CP9 一登场便展现出恐怖实力 对付路费和索隆 立刻分出了胜负 多一下都不需要 隔离一个被扔的飞了出去 这些时时卡在了墙缝 扣都扣不出来 一个被提飞 直接跟雨伞似的插进了烟筹 这草帽团最强的两个战力 在路费面前都跟纸糊的似的 毫无疑问被秒杀 仔细想想 恐怕这种局面 早就在轻质的计算之中 他放过了路费 也只是自己放过了路费 没说不咬人啊 第九次 路费秒天龙人 人鱼开迷 跟随草帽一伙 来到香波地群岛 为千里阳光号肚魔 老老实实干活的小人鱼 却被人口贩子盯上 绑架送去拍卖 结果被天龙人买下 这谁能忍 路费才不管你什么天龙人 直接一拳揍翻天龙人 武索婆也是一屁股 秒了天龙人的爹 海贼王副手 冥王一秒一片 这一下闹出了天龙人事件 捅了个大娄子 天龙人的战斗力 妥妥战无渣 但这一打 打的可不只是天龙人 还有世界政府的脸 海军大将黄元 立刻登场护驾 双色霸气 加闪闪果实 秒杀一切 这是一脚一个朝行星 路费他们也完全没办法 第八是 白胡子秒赤犬黑胡子 白胡子跟轻质交手 轻质一招冰冻 把白胡子锁住 海军以为 白胡子就这样没了 或者是任由他们宰割 下一秒 白胡子使用霸气 直接秒破轻质的冰封 这对于白胡子来说 就是小菜一碟 毕竟 白胡子是当时最强的男人 霸气以及果实 都是顶级的 哪怕现在伤病和衰老叠加 依旧不可小许 轻质想要碰刺白胡子 还不够资格 加上赤犬与黑胡子 也只有被白胡子顺秒的份 如果不是偷袭与剧情需要 白胡子很难败下阵来 这一战 白胡子无愧于四皇庄 最强的名号 来到秒杀名场面第七 索隆秒传 陆飞秒和平主义者 索隆两年的修行 颇有成效 一刀秒传 仍然以为看到了鹰眼 战涛完一斧子 将假陆飞砸趴下 两年前 倾全团之力 也只能显显的 打赢老款的和平主义者 代价是 全员受伤 兼精疲力竭 现在陆飞 见闻色和闪避速度 大幅提升 开二党 只一击 就能秒掉 老款和平主义者 可以说 草帽海贼团 全员实力 都有了大幅度提升 第六 多夫朗明哥 秒斯莫格 同为王下七五海 但多夫朗明哥的实力 不容小觑 他绰号天一夜叉 天龙人出身 王下七五海 兼任 沿德雷斯罗萨国王 宣赏金为 三亿四千万贝利 一串名头 那是看的人眼晕 说一句 家大业大也不为过 当初 陆飞闹出天龙人事件的人口拍卖所 就是多夫朗明哥的产业 因为凯撒落入罗的手里 多夫朗明哥被罗威胁 要求他必须退出王下七五海 并退位国王 怒火中烧的多夫朗明哥 直接向海军 站开了攻势 霸王色霸气 震慑全场 现现果实能力 将一众海军秒杀 斯莫格也为多夫朗明哥 一招秒杀 他落入多夫朗明哥的手中 因为不肯吐露 罗的下落被打成重伤 要不是轻质及时赶到 用一句警告 不要伤害我的朋友 救下了斯莫格 斯莫格这一次 恐怕真的危险了 明场面第五 卡普秒轻质 黑胡子抓住卡普的爱徒 克比作为人质 想跟世界政府谈条件 结果 一来卡普 亲自带领利刃小队 登陆风潮岛想要救人 毕竟 克比作为新一代海军英雄 对于卡普来说意义非凡 虽然也不知道 为什么这么非凡 但卡普这一次 是绝对要将克比救出来的 他甚至抱着的信念是 救下克比 就是救下海军未来的希望 为此牺牲自己都值得 在风潮岛 卡普中选出击 把风潮岛的某个小镇 都给毁灭了 亲自因为加入了黑胡子海鸡团 现在立场相对 竟然对师父出手 但师父还是师父 两个人一交手 卡普一招铁拳 瞬间将亲自的冰球技能 击碎抓住了亲自 可谓一招顺秒 毫无疑问 卡普以绝对的实力 压制了亲自 亲自这波也是有点 官公面前五大刀了 徒弟想要打赢师父 这路还实在远着呢 不过正面打不赢 偷袭就不一定了 卡普不但被西流 偷袭受伤 还被困在了 黑胡子海鸡团的手里 当然 被卡普压制的 也不止亲自 秒杀名场面第四 卡普秒马尔科 在卡普出手之前 马尔科为了跟随白胡子 一起解救艾斯 尽量给路飞争取时间 独自牵制三大将 不落下风 他是不死鸟 不仅拥有超强的 再生能力 还能无视大部分攻击 可谓强的离谱 防御拉满 灰险神速 天生搞风筝战法的 好苗子 轻智挡落 被他一脚踢飞 眼见他就要 扑到艾斯的行星台上 卡普一拳就将马尔科 从不死鸟状态 打回原形 还让马尔科 缠了好几个星期的绷带 足以证明 卡普这一拳有多强 给马尔科 造成了不小的伤害 同样惨败 在卡普一拳下 被顺秒的 还有青椒 名场面第三 卡普秒青椒 如果说海贼王中 有谁被一次秒杀 改变了人生 那非青椒莫属 青椒是暴力集团 青椒家族的首领 据说 曾经用铁头弓 撞开了兵夫多年的兵大陆 也是上一个海贼时代中 鼎鼎大名的大人物 赏金在那个时候 就高达五亿 在那个没有通货膨胀的年代 也算得上是 叱咤一方的大海贼了 虽然不是恶魔果实能力者 但青椒 体处超强 拥有三色霸气 当然 他最引以为傲的 还是坚硬无比的铁头弓 名言就是 看我将你全身骨骼 到骨髓 全部撞成粉末 但是 这引以为傲的头颅 居然被卡普一拳 打凹进去了 从此 青椒失去了 垂直青椒这个称号 只剩下可怜的自尊心 从此一蹶不振 可以说 青椒的人生 都被卡普这一拳 打成了粉末 所以的拼都拼不起来 甚至 多年后青椒 见到卡普的孙子路飞 还是难以忘怀 当年卡普这一拳 给他造成的伤害 只要一提到伤心事 就嚎啕大哭 搞得路飞都无从下手 本以为 要让路飞 偿还自己这么多年来 所受的屈辱 但是结果 再一次被打脸 顶上战争 白胡子倒下之后 要说四皇最强 非凯多莫属 如果说 王下七五海 实力参差不齐 是因为 七五海是官方风的 那么四皇 是凭自己的真本事 杀上海贼界顶点的 每一个实力都强得恐怖 作为顶点 他们看谁都是服侍 大妈的四师正发作 所有孩子家一起都拦不住 而四皇中的顶点 凯多更胜大妈一筹 实力极其强悍 又有超乎想象的防御力 和生命力 被称为最强生物 一对一 还是凯多最强 几乎是世间所有人的共识 他宣赏金为 46亿 1110万 毫无疑问 是白胡子死后 宣赏金最高的海贼 他几乎是海贼王世界的 独孤求败 全世界只求一死 但谁都无法击败他 更无法杀了他 要说凯多有多强 那就不得不看 名场面第三 最就凯多 热吸秒曹王一伙 第二 凯多 雷鸣八卦 秒露飞 跟露飞交属之前 凯多已经一为九 打赢了九霞的围攻 和大妈二维五 打了超新兴联盟 甚至遇到草帽一伙的时候 还是醉酒状态 但醉酒凯多一发热吸 直接放倒草帽一伙 除了露飞之外的全员 露飞为了给伙伴们报仇 他几乎用了浑身解数 对凯多展开猛烈输出 但他所有的招数加上 三档和四档开满 都迫不了凯多的防御 最后的结果是 凯多毫发无伤 一招雷鸣八卦 露飞满血直接被秒杀 现在凯多算是亲自为我们展现了 什么叫四皇的愤怒 跟凯多交手之前 露飞号称要做第五皇 未来将成为海贼王 但在跟凯多交手后 就这样被轻松一击击倒了 凯多用一记雷鸣八卦告诉露飞 他依然只是个潮信心 并不是第五皇 接下来要说的最强秒杀 还得是义母大人 目前关于义母大人的情报很少 关于他的真实身份 甚至是性别的众说纷纭 不过作为五老星之上 敢坐在虚空王座上的唯一真王 他的实力也不容小叙 只是一睁眼就秒露露西亚 整个国家瞬间被灭国 所谓弹指间灰飞烟灭 不过如此 如果说露露西亚的覆灭 只是母活种和古代兵器的效果 那么五老星 萨坦被义母大人 隔空秒杀的场景 毫无疑问是霸气秒杀的第一 萨坦归为天龙人 作为五老星之一 他可以说是天龙人中的天龙人 名言是 人类无异于蝼蚁 就算没了 也会立马繁殖出新的 他和陆飞交手 也是展现出恐怖的实力 大雄一家的悲剧 更是由他亲手炮制 但这样高高在上的五老星 萨坦 在义母大人面前 也只是蝼蚁 义母大人只要一句话 就能解除他的五老星植物 换上其他人 而萨坦只有跪着哀求的份 甚至到死 都不敢有一句反抗 直接被义母变成了枯骨 义母大人的实力 究竟有多强 到现在还是个谜 为什么这么远 词